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峻的湖北当局今天宣布了全省封村措施 村与村之间只留一条应急通道 防止疫情向农村蔓延 有专家评价武汉成功 那么中国短期之内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 如果武汉失败则抗冠之战会陷入持久战 而在香港从明天凌晨开始 所有近内地抵港人士必须强制自我隔离 检疫14天 为者最高可罚2.5万港币 接近6个月 可以看到中国各大城市都在封关封城 调动一切资源严防死守病毒扩散 到底如何评价这些措施的成效 美国当年在应对2019年 H1N1大规模感染疫情中 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分享 病毒从第一个四天的潜伏期已经过去 疫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拐点何时到来 今天晚上凤凰全球连线武汉现场是本台特派记者蒋晓峰 香港港珠澳大桥现场是香港记者朱贺 新泽西现场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 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黄延中教授 麦迪逊现场有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会长 耶鲁大学健康政策与经济学的陈希教授 四方临天解读如何打赢这场艰难的抗疫之战 来看李密的追踪报道 从1月23号武汉实施封城至今 第一个为期14天的潜伏期已经结束 抗疫与疫情仍然在赛跑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蒋荣蒙表示 目前疑似病人还在增加 第一个潜伏期结束后 后面可能还要出现一个潜伏期 从2月6号算起 下一个潜伏期要到20号截止 14天以来公众的焦虑和负面情绪 也在蔓延迫切需要疏解的缺口 而据中国内地媒体的报道 就在第一个潜伏期结束的当天 率先披露武汉当地肺炎疫情的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 因感染病毒抢救无效事实 年仅34岁 短时间内 李文亮的事实就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最新的消息 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表示 经中央批准 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 赴湖北武汉市 全面调查涉及李文亮的有关问题 期待调查最终能给李文亮医生 一份公正的告慰 当然在过去的14天当中 抗疫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止 更在快马加鞭 希望伴随着好消息 在一点一点累积 在2月7号的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表示 截止的2月6号的24点 全国新增报告确诊病例数量 已经连续两天出现明显的下降 说明前期的疫情防控措施效果 已经进一步得到显现 坚持就是胜利 现在不只是一句鼓励 另一边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 穿山甲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 公关团队通过对1000多份基因组样品进行分析 发现分离的病毒毒株 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 相似度高达99% 此前中国科研人员已经完成了新冠病毒的测序 并发现蛇最有可能是携带病毒的动物 从蝙蝠到蛇 再到穿山甲 新冠病毒从天然宿主 再到人的传播权那条正在逐渐清晰 诚然正如世卫组织所言 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很少 但这一切都在进步 距离新冠肺炎疫苗的成功研制还有多远 下一阶段抗击疫情的重点和难点有哪些 疫情能否在第二个潜伏期后迎来拐点 信念就是相信它一定会发生的勇气 好 在探讨武汉疫情之前 我们先来聚焦香港收紧了封关措施 从今天凌晨开始 所有经内地到香港的人 必须强制自我隔离检疫14天 为者要罚款2.5万港币 最高监禁6个月 好 看这个措施马上就要生效 前线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 就在口岸的特派记者朱赫 朱赫您好 请问前方有什么最新的状况 好的 杨树呢 再过不到两个小时呢 这个从内地回到香港的旅客要强制检疫 14天的这个措施呢 就即将要实施了 那现在可以看到 在我所在的港珠大桥香港口岸这里呢 是仍然可以看到有旅客呢 在抓紧这最后的时间呢 是从内地回到香港 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在香港呢 现在只有三个口岸开了 除了我所在的港珠大桥香港口岸之外呢 还有深圳湾口岸 以及机场这三个口岸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其实这几天呢 是有不少的身处内地的 不论是香港居民呢 还是内地的民众呢 都希望在8号凌晨这个时间之前呢 是赶着回来香港 那其实根据香港入境处的一个数字呢 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呢 是在这个CT3公布了 有一个这样的措施 之后呢 是给了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天呢 有需要的人士呢 可以尽快地回到香港 那入境处的数字就显示呢 其实根据周二和周三周四 这三天的一个数字比较呢 周三周四进入香港的元素 所以这是大幅上升的 周三相对于周二这个大幅上升了一倍 那周四呢 是大幅上升了七成 这么多 那我们就知道呢 其实今天过了12点之后呢 其实在这个港珠澳大桥相关团员呢 其实也会实施一个 特别的一个交通安排 包括呢 这个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呢 比如去往澳门的这条线呢 就会维持大约半个小时 至一个小时一班 而去珠海的这条线呢 就会维持一个小时一班 那我们刚刚也是采访了一些呢 现在从内地赶回来香港的一些旅客 那他们就主要有哪几类人呢 一类呢 就是现在在香港工作 但其实人是住在内地的一些旅客 那他们就不得不是赶紧赶回来香港呢 是找到一个香港的地方去住宿 不然的话 如果每天在两晚看香港的话呢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不现实的一个方式了 那另外呢 就是有些学生啊 或者是本身是在香港人 但是回到大陆的老家去过春节的一些人 那他们本来想说过完了春节再回到香港 但是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安排呢 就不得不提前改变了一个行程 那他们就表示还好呢 就是说家都是住在广东那附近 所以呢 通过这几个口岸回到这里呢 其实相对来说经济损失也并不是比较大 杨叔 好 谢谢诸贺来自口岸的最新连线报道 我们再聚焦湖北 国家卫健委发言人表示 湖北的疫情依然相当的严峻 形势复杂 全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三万例 而两万例以上都在湖北 最近情况一个连线 特派武汉采访的记者蒋晓峰 晓峰您好 请问湖北目前抗疫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是的杨叔 那最新的进展 就是说之前工作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呢 现在是在网羊补牢也好 或者是说把之前有一些披露的地方呢 先给堵起来 比如说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那几个早呢 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 如果第一步没有早发现 或者第二步没有早报告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三四步隔离和治疗呢 就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基本上 我们也刚刚也看到了 有大量的这个关于什么 封村啊 封城啊 封小区啊 这样的一些说法 其实呢 万变不离其宗 其实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要点呢 就是做到人与群分 这个人与群分的意思呢 就是说 每个人不同的状况 健康人和这个病人呢 要区分开来 如果病人和健康人混在一起的话呢 那么健康人会被感染 那么得病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数字就一直就会降不下来 而在得病的人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区分也是 现在也是越来越细化 包括了疑似的 包括了这个密切感染者 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里面还分 这个轻症者和重症者 那么相对呢 要来进行不同的这个处理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接两天网红医院嘛 或者叫方舱医院嘛 那现在也是大行其道 他收治了这个人呢 和这个在医院里面 这个重症的这个患者呢 就要区分开来 否则的话呢 同在一片屋檐下 可能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 那现在的这个工作重点 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细化 落实到了这个社区 那么在武汉呢 其实现在是进行 网格化的一个管理 也就是说压力下沉 下沉到这个社区 社区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是要挨家挨户 每一个楼呢去排查 首先要电话来电话询问 里面家庭成员里面 有没有发烧 或者说是有没有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实在拿不准的呢 就要有的甚至是要去上门 来进行问询 或者说是一些测量 那么其实这些工作 其实是非常繁琐的 对这些服务人员来讲 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性 因为有的这个楼里面 可能是有这个发热的这个家庭 那么这些家庭 有一些人呢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配合 社区服务人的一些工作 他们还担心来进行测量 来进行问询 调查的这些服务人员 他们还不卫生 或者说他们也本身就是一个 潜在的一个感染者 所以之间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沟通 需要一些谅解 需要有一些配合的 那么在总体来讲呢 武汉这个工作是在改善当中 资源呢 不足的情况也是在改善当中 好可以看到这个武汉的压力非常大 已经整整两个礼拜 那么到地面呢 是一万多了 对 对 所以接下来呢 也有专家说 接下来的主要工作重点 就是要切断社区的感染源 和家庭的感染源 好非常谢谢小峰 来自前线的第一手观察 好相当于疫情发展到现在呢 大家也非常好奇 接下来整个情况会如何发展 到底拐点在哪里 今天在节目现场为您请到 两位美国知名的公共卫生政策专家 来带来他们的分析和判断 好首先要请教的是在新泽西的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 黄延忠先生 黄延忠先生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在您看来这个疫情发展到什么阶段 高峰期已经来了吗 拐点什么时候出现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就是说无论是这个我们说的 新发的病例还是死亡病例 都趋势 总趋势还没有 不是很明显 所以还无法判定 是不是已经高峰 已经来临 至于判定拐点的话 现在说这些也为时过早 不过基本上可以确定 就是说在2月10号 或者89号 这样是拐点到了 这个判断可能是比较乐观了一点 也许我们还需要给更多一点的时间 如果一切正常的 我觉得可能在2月20号左右 在外地的 就是除了武汉之外 或者湖北以外 这样的拐点可能会在 在其他全国其他地方 就是来说的会出现 至于武汉 湖北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也许会需要一个月的样子 好 那在这个耶鲁大学的部分 陈希教授 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这样一个判断 在2月20号 或者21号左右会出现 这个判断也要有一些前提 就是要加大 对于疑似案例的检查的力度 如果还有大量的疑似案例 没有摸底 那么就存在这个判断的 这个不确定性 而且过去的两天 我们看到了这个确认的案例的 下降在全国范围内 但是呢 有很多人可能认为 这个意味着 接近了这个临界点 但实际上两个这个数值点 还是判断过于早了 所以还需要再看 更长的时间的 这个它的波动的情况 因为在我们达到 这个高原的 这个所谓的平稳状态之前 它会存在上下的波动 尤其是我们现在疑似案例的下降 也只有一天 之前还是在上升的 所以要需要看未来几天的情况 而且国际上其实也有很多的模型的预测 但实际上呢 他们这些预测 很多时候只能看看而已 因为中国有它特殊的国情 那些国家很多 以前他们的案例 他们并没有国家大力的干预 比如说这个武汉的封城 那么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参数 可能很难考虑进 现在已有的这个模型中 所以这些判断 可能都只能作为参考 好 你刚刚说到封城 我们看到中国应对这次疫情 是动用举国之力 一切资源来围堵疫情 那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您怎么评估 这个措施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 为什么每天的新增病例 还会如此剧增 我的判断 包括有一些最新的 这个时政的研究表明 这个武汉从它的大力的封城的角度来说 这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的 比如说以这个学术界说的R20值 也就是每个人可能平均会传染的这个人数 这个值是在下降的 也就是它控制了第一代这个病人 然后向第二代的这个传播的 大量的传播的这种案例 所以导致了它的这个扩散 会显著的减弱 但是由于这个是在非常特殊的时间点上 中国的这个春节 这两天又这个复工 这个人流量又会比较大 而且呢之前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重视了封城 但是呢并没有重视一个家庭内部的 社区内部的这个隔离 所以很多的这个疑似病例 或者说确认的病例没有得到救诊 但是它还是在家庭里面传播 以及在社区的范围传播 所以会导致封城的效果 没有达到最高的水平 但是它毕竟起到了 在很大范围的这个遏制扩散的作用 好 说到这个防止家庭传播和社区传播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一个思路 是大量改建方舱医院 把轻症患者的收到方舱医院 我不知道新泽西的黄炎中老师 您对这个措施怎么看 中国现在的一个救治思路是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方舱医院的设计 这个病床排排放 好像大家也比较担心 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方舱医院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创新 因为现在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武汉包括周边的地区 他们的这个救治资源严重不足 特别是无法收治 把这个急危病人跟这个轻症病人分开 这样的话就加重了 他的这个医疗资源的短缺 所以现在建了这个方舱医院 它能够容纳差不多现在一个两万左右的这个轻症病人 实际上这样就缓解了这个医疗资源 这个医疗体系所受到的压力 如果再加上就是说 马上要建成的连锁新的医院 能够就是收治三万左右的病人 这样对这个缓解医疗资源的短缺 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促进 而且就是对于防止这个疫情进一步扩散 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因为如果那些轻症病人 他们就是没法收治或者重症病 没法及时收治 他们带着这个病毒到处就是跑 那么就本身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传染源 好 所以这个疫情爆发至今 其实最令老百姓和官方意外的地方 就是这个病毒的传染力惊人 短短一个多月就造成全国几万人感染和疑似 我不知道从美国的角度 你们现在最新的科学研究 对这种新型病毒的认知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它的毒性如何 它的传播还有变异 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黄老师 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 就是对这个病毒 就像世卫组织说的那样子 我们真的还是置之甚少 好像中国科学家 包括王成院士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而且目前来说 也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 就是现在最有效的那一款 激励出的那一款药 现在还在就是这个 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就是这个临床的验证 结果还没有出来 所以对这个病毒 它的包括它的传播能力 它的这个致死率 我们真的是还知之甚少 即使 所以这也加重了 说应对这个问题的困难 好 这个对病毒的认知依然是一大挑战 耶鲁大学陈希老师 现在网上有很多阴谋论 很多猜测 其中会流传甚广的是说 这个印度的一个大学研究发现 他们发现这个基因的 基因序列被插入了一些艾滋病病毒 而且还怀疑这个病毒 可能不是来自自然界 而是人为改造的 你对这种人为改造病毒论 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还缺乏理论依据 那位印度学者 在知道这个网络热议以后 他自己也把他的论文撤图了 而且他说到 他没想到他的论文 这个早期的成果 带来了这么大的这个恐慌 包括这个争议 而且因为这个是一个叫preprint 就是说预印吧 还没有经过专家评审 所以这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知道这些 但是在目前我们应该说 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 了解 好 有关疫情的病毒和发展 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聊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就新型飞燃疫情的 抗疫消息和病毒的认知 来请教两位专家 人请教的是耶鲁大学的 陈希老师 现在全球的科学家 都在找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 也有人怀疑 不一定来自于华纳海鲜市场 我想问的是 你们现在对于病毒的源头 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为什么找到源头那么重要 现在目前大家还在研究阶段 而且每天几乎都会有新的这个中间宿主的这种理论出来 当然还没有这个实锤的证据 但是发现它很重要 因为第一代的这个从中间的宿主传到人类 这个毒性是最强的 致死率也是最高的 这也是部分的原因 很多专家认为为什么武汉的这个死亡率要高于其他地方 虽然有武汉的这个医疗系统过度的紧张 导致这个治疗的资源有限 这可能会导致死亡率很高 但是这个病毒源直接它的第一代的传播 致死率很高 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我都说一句 就在这个领域 我觉得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可以开展很多的合作 特别是在流行病学方面的合作 我们就把时间放到19世纪 当时这个John Snow 英国的这个流行病学家 它其实它是通过就是英国伦敦的水源 发现了这个英国的祸乱的这个源头 所以这个在公卫方面 公共卫生流行病学方面 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但目前从疫区的角度 我们发现很多都是医生在里面 在治病救人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要有流行病学专家 有这个公共卫生专家的这个介入 可能会对于找到源头 从源头上这个堵住这样更多的这个案例 会有很多帮助 好 找到病毒的源头 才有助于打赢这场防疫之战 现在市场上还有很多 就是关于特效药的说法 大家非常关注和期待 黄元松老师 就是关于现在出现的像瑞德西韦 阿比多尔 达卢纳韦等等 都被发现有效抑制新冠病毒 您个人比较看好哪一款特效药的前景 我是看到就是世卫它的最新的就是报告是说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款特效药 就是被证明对这种新冠病毒是有效的 可能现在最有希望的就是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 就是希望就是现在的临床 进入临床之后 他得到的结果 能够就是被发现是有效 能够对这种病毒是有效 现在其他有一些的所谓的治疗的方法 包括一些艾滋病治疗 艾滋病的药物 这些我们说的抗病毒类的药物 他们有一定的疗 但是本身并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 我们说双盲的临床的验证 但是还有一些治愈 有一些推出来的一些重要的 什么疗法的 那可能就说这个就更有待商榷了 了解 今天在中国网络发酵的消息 就是最早通报疫情 但被当作造谣者的李文亮严生去世了 引发中国的集体哀悼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黄老师您觉得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 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真的是李文亮医生的去世 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悲剧 我们这个真的是举国同碑 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普通的医生 他只是根据他的良心 对周围的朋友亲人做出了一个提醒 然后就被公安传唤 然后写了保证书 这样一个就是说 我想肯定就是引发了 全国人民能够感同身受的 这样一种感觉 反映了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透明性和风险的 对公众风险的信息的传播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是 确实是 在疫情面前尊重科学 实事求是弥足珍贵 好 今天非常谢谢 两位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 以及我们的两位记者 来自前方的分析报道 谢谢您收看全局连线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